才写,新京报记者五支,报报新媒体编辑,报报图源网络今天中午,朱军委托北京新前律师事务所发布声明,最近网络上有大量关于朱军姓骚然实习生的不实传闻,该传闻以匿名长途的形式,在某非实名认证的新浪微博首次发布。 后诸多网络用户及媒体未经调查求证就贸然转发,引起巨大的舆论发酵,现已依法取证调查,以把匿名长途人发者及至今仍处于在线状态的新浪微博转发用户经实名认证起诉至法院,将通过法律途径追责谣言发布者,经过20天的调查取证,事务所在今天正式代理这起案件。 目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也已正式受立此案,该声明还趁,对继续发布及待于删册上述不实信息的网络用户及媒体,将继续依法追责,包括但不幸于报案,迷失诉讼,刑事自诉。 20天前,也就是7月26日,网上一篇长文引起了轩然大波,微博名为叫麦梢同学的网友,爆料自己的朋友曾遭受央视宁主持朱军的性骚扰。 那篇匿名长文里写道,事发于2014年5、6月间,当时女生在央视的艺术人生节目组实习,朱军是该节目的主要主持人。 由于拍摄实习纪录片需要,这位女生准备采访朱军,但朱军却隔着衣服对他进行了猥亵且不顾他的阻拦,后因别的嘉宾进来才中断,之后女生有序报警,但并未收到最终结果。 该长文后经过王志安等众多大V的转发,影响力逐渐扩大,引起了巨大的舆论讨论。 随后,这篇爆料微博已经无法查看,随后,新京报记者尝试通过短信联系朱军,但至今未有回应。 爆料人,麦梢同学新京报记者第一时间联系到麦梢同学,他说,我在微博上第一次关注MeToo是在去年,今年也关注了一些高效性骚扰的案例。 我是环境保护的,以前是做记者的,在7月份陆陆续续出现公益圈和媒体宣得性骚扰案例后,我也很震惊。 7月26日早上6点,我起床点开微信,看到朋友在朋友圈贴了锤子变签,讲了四年前被性芳扰的事情。 当时看了下信息,意外的是女生敢站出来并且写得很好,反思也很好。 7月26日当天的微博转发近一万三千条,因为我本身是做环境污染和传播工作的,所以会在微博上写一些环境污染的案例,平时也会有很多转发。 但这是第一次转发量这么高,谭吉爆料这件事对他的影响,他说其实没有什么变化。 但今天看到朱军伟托发的声明,之后可能会要准备应诉了,他坦言现在还没有收到法院的传票,但从7月份就一直在接触律师,如果之后收到法院传票,也会以法律途径应诉,女实习生会当他的证人。 而最近网传的他被房东要求换房,他也做了回应,他原本跟房东的合同签到的明年4月份,房东并没有要求他马上退房,目前他正在找新房子,希望能在10月份左右搞定房子的事。 要说生活上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需要花时间精力去跟周围的朋友和父母解释,还要接受媒体的采访。 网传房东因此事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当我们尝试通过卖梢同学,联系上房东时,被婉拒了,前文提到原本的爆料贴现在已看不到了,新京报记者在求证是否是本人删除时。 他回应我们趁,他删了一些,有些原贴看不到是新浪屏蔽掉了。 当事人,女实习生,遵从被访者本人意愿,不公开其姓名,我们也联系上了事件里那位趁遭到骚扰的女实习生。 现在的她是一位从事传媒行业的自由职业者,做网剧的编剧。 她说7月26日凌晨5点,写下4年前被骚扰的事情是因为了解到MeToo运动,也突然得知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姐曾有过类似更严重的遭遇。 这位姐姐写下了自己的经历,所以她也想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 她告诉新京报记者,事发到现在,朱军及其团队,律师都没有联系过她。 4年前,推荐她去艺术人生实习的那位老师,在事发之后告诉她,不要把这个事儿说出去。 但此后再也没有联系过她,当我们问她关于今天朱军律师团队的声明时,她说,关于朱军律师团队的声明, 我的回应是希望走到对部公堂那一步,我非常想知道4年前报案之后的那些证据到底是什么结果,监控录像是否还在,以及这件事到底能不能有一个结果。 并且表示,如果真的走到对部公堂的那一步,她会作为卖梢同学的证人出庭作证。